第一条,本系则依公务人员抚恤法,以下简称本法,第21条规定定之。 第二条,本法第二条第一项所称经权需审定之人员,指经权需不依据公务人员任用法律审定资格或登记者,或经法律授权主管机关审定资格者。 本法第二条第二项所称限职人员,指前向人员于死亡时具有限职身份,并依公务人员奉给法律和序等级及之领奉,新,给之有给专任人员。 失踪人员经权续部登记有案者,是同限职人员。 第三条,本法第三条第一款锁定病故或意外死亡,不包括因犯罪而自行结束生命者。 第四条,本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二目所定任职未满十年者加给之一次抚恤金,依附表规定计算。 本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二目所称已领退休,指,五,金或资钱给予者,只曾任公务人员,公立学校教育人员,政务人员,公营事业人员,民选首长,其他公职人员或中华民国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后转任军职人员,业一公务人员退休法或其他法令办理退休,指,五。 资钱,离,免,职退费或年资结算并领有相当退休,指,五,金,资钱给予或离职退费者。 本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所定任职满十五年之年资,以十足之任职年资,按日计算。 第五条,本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一款所称冒险犯难,只遭遇危难事故,执行抢救任务时,明知该灾难现场存有死亡之高度可能性,且依当时知识空环境,无从预先排除其死亡之可能因素,仍奋不顾身,于灾难现场执行抢救任务而殉职者。 所称战地殉职,只在战地交战时,因执行职务或支援作战任务而死亡者。 前向所称灾难现场,只遗难事故或执行抢救任务之事发地区。 第六条,本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所定执行职务发生意外或危险已知死亡,应于执行职务或在办公场所执行公务期间,遭受暴力,发生意外或危险已知死亡, 且其死亡于所受暴力,所生意外或危险,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第七条,本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三款所定公差遇险或离病已知死亡,应于公务人员经机关指派执行一定之任务或代表机关参加活动,自初发以器完成指派任务或参加活动,返回办公场所或居住出所指之期间内,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1. 遭受暴力,发生意外或危险已知死亡,且其死亡于所受暴力,所生意外或危险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2. 因执行公差任务,遭受感染,引发疾病已知死亡,且其死亡与罹患疾病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第八条,本法第五条第一项第四款所定于执行职务,公差或办公场所促发疾病已知死亡,应于执行职务,公差期间或于办公场所执行公务期间,因突发性疾病发作,已知死亡,且其死亡与促发疾病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第九条,本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五款所定陆立职务,经劳过度已知死亡,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 陆立职务 最近三年年中考机一年列甲等,二年列乙等以上,无最近三年年中考机者,以平时考核资料及服务机关出具之证明何时认定之。 但已因并连续请假者,以其开始连续请假前三年之年中考机或服务成绩证明认定之。 2. 积劳过度 服务机关应举证其职责繁重,足以使之积劳过度 3. 公务人员因陆立职务,积劳过度所生疾病,必须与职务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病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评鉴合格医院开具医疗证明书记载之疾病或伤害原因证明之。 第十条,本法第五条第一项第六款锁定因办公往返,触发疾病,发生意外或危险以致死亡,必须在合理时间,以示当交通方法,前往办公场所上班及退勤支币经路线途中,触发疾病,发生意外或危险,且其死亡与触发疾病,发生意外或危险,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前向锁定前往办公场所上班及退勤支币经路线途中,包含下列情形。 一、自居住出所前往办公场所上班途中。 二、在上班日之用善时间,自办公场所前往用善往返途中。 三、自办公场所退勤,直接返回居住出所途中。 四、自办公场所退勤,直接返乡省亲或返回办公场所上班途中。 公务人员经服务机关安排勤务,或上班时间以外之加班者,其因办公往返之触发疾病,发生意外或危险以致死亡,一前二项规定认定。 公务人员依规定上班之往返办公场所必经路线,因道路交通形势绕道行驶,途中触发疾病,发生意外或危险,经就其起点,经过路线,交通方法,行驶时间各因素查证后,属客观合理者,视为必经路线。 第十一条,本法第五条第一项锁定触发疾病,应有死亡公务人员之遗族减其其生前就医记录,包含素及或其他病史之医疗记录,健康检查或个人健康管理情形之相关资料,由服务机关并同申请文件,送权续部一第十三条规定之审查机制认定之。 第十二条,本法第五条第四项锁掺交通违规行为,指公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卫领有驾驶车重支驾驶执照而驾车。 二,受吊扣驾驶执照期间或吊销驾驶执照处分而驾车。 三,闯越铁路平交道。 四,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吸食毒品,迷幻药或非治疗用之药品质影响行车安全而驾车。 五,驾驶车辆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驶或在道路上禁驶,禁忌,蛇行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驶车辆。 六,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其交通违规行为处罚环下限为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交通违规行为如属职行职务所需且依相关法规规定为合法者,仍得办理因公死亡抚恤。 第十三条,本法第五条第五项所称审查机制,指权续部对于因公死亡抚恤案件之审定,应临聘学者及专家组成专案小组进行审查。 前项专案小组由权续部临聘学者专家十一人至十五人组成,并由权续部部长指定其中一人担任召集人。 专案小组应有全体委员过半数之出席,使得开会,出席委员半数以上同意,使得决议。 专案之表决,得以拘手或投票方式行之,可否均未达半数时,主席可加入任意方以达半数同意。 第十四条,本法第八条第一项及第二项所定公务人员遗族抚恤金之发放,应按下列方式,分配给予。 一,未再婚配偶领受两分之一,于依序由本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顺序之遗族领受,无配偶或配偶再婚时,由本法第八条第一项各款所定遗族,依序领受。 二,前款同一顺序遗族有数人时,按人数平均领受,如有死亡,抛弃,因法定是由丧失或停止领受权者,其辅序精英由同一顺序其他遗族平均领受,同一顺序无人领受时,由此一顺序遗族领受。 但本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一款所定之领受人死亡,抛弃或因法定是由丧失领受权者,由其子女代未领受。 三,无本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遗族时,由未再婚配偶单独领受。 本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一款及第二项所定子女,包含未出生之胎儿,并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且应保留其得领受遗族抚恤金之权利。 第十五条,本法第九条第三项所定领受子女已成年仍在学就读者得继续给须之条件如下。 一,就读国内学校具有学籍之学生,且在法定修业年线内。 二,需有于本法第九条第一项所定给须年线最后一个月仍在学就读之私时。 三,本法第九条第一项所定给须年线最后一个月有下列条件之一者,得于就学后,申请继续给须。 一,适逢毕业之同一年再升学。 二,转学。 三,修学后复学或修学后转学。 四,继续给须期间,除钱款至毕业后升学或修学期间外,学业需未中断。 一族如未在规定修业期限内修满英修学分,或因选定双主修而延长修业期限,或转学,修学中读期间者,其延长修业,转学及修学中读期间,均不给序。 一族合于本法第九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所定之计需给需要见者,应于原核定给序年线届满前一个月,填据延长给序四十表一份,连同在学相关证明文件,由该公务人员死亡时支服务机关送由全序部审定。 第十六条,本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三款所称畏惧中华民国国籍,指死亡公务人员之遗族位于公务人员死亡前依法取得中华民国国籍者。 第十七条,本法第十二条所称请求全可行使之日,指公务人员在职死亡之日。 抚恤案经审定后支各齐年抚恤金请求全可行使之日,指各齐年抚恤金发放之日。 第十八条,公务人员死亡前,其所据退辅新制施行后之任职年资如依公务人员退休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拨缴退辅基金费用满四十年后未在拨缴者,其未缴纳退辅基金费用之年资,依本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应不予采计。 第十九条,本法第十七条第三项锁定本法修正施行前死亡之府序案,仍依修正前之规定办理,细规定公务人员于中华民国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后至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死亡者,仍应依本法于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之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本法第十八条锁定遗族未能取得一致请领之协议,应有下列条件之一者。 一,遗族请领抚恤金而未能取得共同聚领之协议。 二,公务人员任职年资合于本法第六条规定而遗族无法协议领取同一种类之抚恤金。 三,遗族不愿申请,且为主动放弃请领权。 第二十一条,本法第二十条锁定休职,停职或留职停薪期间病故或意外死亡人员,或经死亡宣告知识宗人员抚恤金给予,应以其最后经权续审定之等级及休职,停职或留职停薪前职任职年资计算。 但停职或留职停薪期间经依法知领本,年工,奉并缴付退付基金费用者,该停职或留职停薪年资得与并计。 第二十二条,公务人员死亡后,如不得一本法第三条规定办理抚恤者,基金管理机关应一次发还其本人员缴缴付之退付基金费用本息。 但缴付退付基金费用五年以上者,应同时发还政府拨缴支退付基金费用本息。 前项本人及政府缴付之退付基金费用本息,应以台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年齐定其存款利率加急利息,其利息计算至死亡当月址。 第二十三条,公务人员死亡时,其已缴纳退付基金费用而未与并计抚恤之年资,应由基金管理机关一次发还其本人员缴缴付之退付基金费用本息。 前项所称基金费用本息,除本法另有规定外,指本人拨缴支基金费用及依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条例运用收益之资息收入。 第二十四条,遗族申请抚恤者,应填据抚恤私事表一份,连同死亡证明书,遗族系统表,全部任职证件,由该公务人员死亡时支付物机关会转权续部审定。 申请因公死亡抚恤者,并应检据足资证明其因公死亡私事经过之相关证明文件。 一本法第八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取得抚恤金领授权之同一顺序遗族有数人时,应于抚恤私事表内详细填列。 第二十五条,遗族申请抚恤,经审定给予抚恤金者,由全续部致发审定函,送由服务机关转发遗族,并附之审计机关,支给机关,基金管理机关及服务机关。 第二十六条,本法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由各级政府编列预算之给支链脏补助费及付续金,其最后服务机关属于中央者,由国库支出并以全续部为之给机关,属于直辖市集者,由直辖市库支出,并以直辖市政府为之给机关,属于县,市,机者,由县,市,库支出,并以县,市,政府为之给机关,属于乡,镇,市,机者,由乡,镇,市,库支出,并以县,市,政府为之给机关,属于乡,镇,市,机者,由乡,镇 并以县,市,公所为之给机关,属于行政法人者,以其主管机关为之给机关,依预算法第四条成立特种基金之机关,学校,或公营事业机构,以各基金机关,学校,或公营事业机构为之给机关。 前向之给规定,与其他相关法令令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退辅新制实施后任职年资支抚恤金,由退辅基金支付并以基金管理机关为之给机关。 第27条,以此抚恤金及第一年年抚恤金经审定后,由全续部通知支给机关或服务机关签据付款平单,通知财政权责机关办理支付事宜后,转发遗族并办理核销。 但死亡公务人员原服务机关一预算程序无法办理付款相关事宜者。 由其上级主管机关办理之。 第28条,公务人员之遗族请领年抚恤金,应于每年5月前,检据户籍登记资料及遗族代表人姓名,指定之邮局或银行存款账户资料,送交之给机关或服务机关。 领序遗族如属一本法第9条第3项及第4项所定在学就读,继续给序者,应同实检附在学相关证明。 支给机关或服务机关应将年抚恤金拨入遗族指定之邮局或银行存款账户,并于每年7月16日依次发给。 抚恤金之发放作业程序,由各支给机关定之。 第29条,抚恤金之合销程序如下。 一,国库支出者,死亡公务人员原服务机关于发期后,简同领具,送审计不合销。 二,基金管理机关支出者,于发期后,简同领具,送审计不合销。 三,直辖市库支出者,直辖市政府或转发机关于发期后,简同领具,送审计出合销。 四,县,是,库支出者,县,是,政府于发期后,简同领具,送审计出,是,合销。 五,乡,镇,是,库支出者,乡,镇,是,工作于发期后,简同领具,送主管县,是,政府转送审计出,是,合销。 六,一,预算法第四条成立特种基金之机关,学校,或公营事业机构支出者,于发期后,简同领具,送审计机关合销。 第三十条,一族抚恤金领授权丧失或停止后,如有序领,应由之给机关依法追缴其自应停止之领日其亦领之抚恤金。 第三十一条,年抚恤金领授人如有变根时,应由其他有领授权人检据证明,由服务机关送权续部注销或更正。 第三十二条,公务人员在退辅新职时失钱,后得与并计之年资入下。 一,增任有给专任之公务人员具有合法证件者。 二,增任军用文职年资,未并计合给退休奉,经权续部登记有案,或经国防部核实出具证明者。 三,增任下市以上之军职年资,为何给退役金或退休奉,经国防部核实出具证明者。 四,增任雇员或同委任及委任待遇警察人员年资,未领退职金或退休金,经员服务机关核实出具证明者。 五,增任公立学校教职员或公营事业人员之年资,未依各该规定和给退休金,经员服务机关核实出具证明书者。 六,其他经权续部核定得与并计之年资。 第三十三条,本系则所示用之书表格式,由权续部定之。 第三十四条,本系则自中华民国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系则中华民国一百零三年八月十二日修正之第三条条文,自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